50. 星島日報 最後重建股穩膽 2015年7月20日投資王其13泰保有值增持若波A股反彈 除了買A股之外,還可以考慮內險股 不妨後實過去一個月股價回落於10%的中國泰保以601 泰保為中國首家獲准經營全國綜合保險業務的 股份制商業保險公司,同時從事人壽保險及財產保險業務 泰保去年業績不足,總收入增長12.5%至2162.05億元人民幣 股東應佔日利上升19.3%至110.49億元人民幣 年內,人壽保險業務收入增加3.8%至986.92億元人民幣 財產保險業務收入增長13.8%至930.26億元人民幣 今年泰保業績繼續有增長,佔泰保收入七成的壽險 5月份保費收入升8.7% 主要是強勁的代理趨勢所致 聯交所資料顯示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即於7月10日增持62萬股泰保 平均價33.884元 持股量由5.98%增至6% 相信短期有助支持泰保股價 花旗報告指,持續的寬鬆貨幣政策應有利於中國的保險公司 泰保是其行業首選之一 評級買入,目標價52元 長和半隻歐洲復甦股希臘國會通過希臘與歐洲債權人達成的救助協議 歐來區短期有望平靜下來 有利生意編及歐洲的長和 加上掌和001與A股相關度低 一旦A股再次插水,可視為避險之選 不妨撐近日股價於105至118元間整固吸納 長和系上半年完成重組 首先由前長江實業與和黃合並成長和 接光如露 產業務成新長實地產1113 重組完成後 長期被低估及業務重疊影響的資產價值得以提升 理好長和股價表現 李昂認為長和世紀重組後 印證其轉型、重整綜合企業能力 在資本配置為股東創造價值 根據地區及全球同業比較 該行相信長和的資產靜值這樣可收窄 因此上條期評級 由跑贏大市條高至馬入 目標價由128元上條至136元 再者,長和在歐洲作出了多項收購 其中三歐洲業務已成為現金牛 北控水務建底分柱級環保概念股粉範疇廣 除了封電之外 水務股亦要看實 可趁近日調整老貨 徐夫 水十條出台 以及京津企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中長期規劃啟動 水務龍頭北控水務371會市穩健之選 近日股價以足底回升 從上十天足5.8元 不妨開始分住吸納 北控水務除了擁有傳統的供水及污水等業務外 其效污泥處置 海水淡化等新領域業務將成為增長點 該公司2014年全年純利17.9億元 增長65% 其內營業收入89億元 增長39% 摩根大通日前發表研究報告 指該公司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下 營利營有30%上升 加上國策積極推動環保 有利行業發展 故認為可增持 將北控水務目標價由6.6元上橋至7.9元 南車時代代從展升浪壽為一大一路的基建鐵路股上半年炒得不易落負 但南北車完成合併後 至今撤離 如南車時代電器3898從6月份高位回落 單時過去一個月內跌與一成 至近日此見底反彈 若能手穩十天護 升浪有望重新展開 從基本面看 南車時代可受為南北車合併 因獲得北車客戶訂單 營利可進一步提升 按照中國會計準則 今年首季該公司營業額減少0.4%至20.07億元人民幣 股東應佔日利上升26.4%至4億元人民幣 稅信發表報告 對中國動車造的需求仍然樂觀 主要由於強勁的交通及潛在維修需求 網絡效應也會對整體需求有正面作用 維持南車時代增持評級 目標價81元 並維持行業首選 護舊指南車及北車成功合併後 南車時代明年應可接獲北車的電子組件訂單 故預期在訂單增加下 上條未來兩年營利預測 維持其買入評級 目標價亦調升至81元 金峰獲摩迪半週 A股回穩 預料市場焦點將再次集中在國策 節能減排是大方向 環保概念股可重新部署收集 其中A股在深圳上市的金峰科技2208 同時具備深港通概念 加上日前發營起 業績界 一旦調整不妨買入 金峰預期 截至今年6月底止半年淨利潤將增長約250%至300% 至約11.57億至13.22億元人民幣 去年同期淨利潤約3.31億元人民幣 該公司淨利潤得增 主因是今年上半年封電行業持續穩步發展 並且市場需求旺盛 國家能源局於今年3月審議通過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當中提及要大力發展風電 金峰作為中國最大風電設備製造商 長遠可受惠 摩根史丹利上週發表報告 料未來60日金峰上升機會大 主要由於該股早前發營起 並預期今年純利潛在於10%升幅 維持金峰增持評級 目標價23.56元 之後 不應該是 預期妄商 前進不開始 魔性 電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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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競